新政院长赖清德上个月10月13号 接受立委搞路移用质询时 是承诺会安排时间前往原砖小教室 聆听住人对于传统领域画设办法的不同心声 没想到就在今天下午2点多 赖清德在搞路移用的陪伴之下 现身捷运台大医院站的出口 跟原砖小教室的成员互动 委员会主委也表示希望可以透过沟通 让传统领域画设办法找到共识 把私有的情统领域画进来 因为会有个保留吗 他保留的原因可能就是说 关于的强度调整 所以如果我们就办法一起来 一起来看看 那就有机会大家去一个 如果这样子跑出一个共同讨论的主罪 不管是专家学者 然后就是正方法帮大家真正为这件事情做好 院长按照他的承诺 千万去听听他们的一些说法 我相信院长也都会亲自听到他们真正的建议是什么 那看我们 我从院长的谈话里面也是说 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共识来解决大家的歧见 这个是我看到院长到那边去做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行政院长赖清德在立法委员搞禄以用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的陪同下 来到了监运台大医院站的出口 和原转小教室的马耀比后把奈拿补等人见面 马耀比后特别是跟赖魁说明 传统领域划设办法中排除私有地的部分 财团开发行为将不需要经过部落的同意 赖清德表示传统领域划设办法的争议 政府和族人之间是缺乏沟通的 希望可以邀请族人召开相关会议来共同讨论 对于赖清德院长在今天造访原转小教室 原民会表示 院长传达出的一个重要的讯息 那就是希望可以找到共识 来解决各界对传统领域划设办法的旗舰